身上为什么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医生直言,多半和七个原因有关,我的腿上怎么突然多了一块淤青啊,又不疼又不痒的,怎么来的,正在洗澡的小张突然看到自己的腿上莫名其妙多出了一块大大的淤青,而且颜色也特别深,起初他以为只是碰到哪里造成的,洗完澡之后也没有在意,于是美美的睡觉去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小张发现另一个腿上又多出一块淤青,这让他感到非常疑惑,于是上网查看了一番,看到有人是这样说的,这在民间的说法是鬼掐的,鬼捏青,看到这些可把小张给吓坏了,但是他不信这个说法,于是便去医院检查这是怎么回事。 医生检查发现小张的血小板只剩50了,医生告诉他是由于血小板的减少,导致凝血功能降低,只要稍微碰到个硬东西,就很容易导致血液从血管流出,形成淤青。 小张在医院治疗了几天后便痊愈回家了,之后的一段时间便再也没出现过淤青了,在生活中很多人都会出现这个现象,尤其在女生的身上最为常见,大多数人总是不经意间发现自己的身上,胳膊上和腿上多出一块甚至几块大大的淤青, 而且颜色也非常深,看到颜色深的淤青第一反应就是用力碰撞造成的,但是也总是想不起来到底有没有磕碰到哪里,好像这个淤青就是凭空出现的一样,不疼又不痒,过了几天自然就消退了,这就会让人产生很多疑惑。 这个淤青为什么会凭空出现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淤青的形成,当你发现身上的某个部位突然多出一块淤青,不要注急,并不是什么鬼捏青等等的民间流传说法,而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 从医学上来讲,淤青就是人体皮肤下的毛细血管发生破裂,引起的出现,然后血液渗透到皮肤前表层凝聚之后,就形成一片一片的红色淤青,而此时身体内的血小板和凝血因子就会感受到血管破裂第一时间赶往战场,迅速涌向伤口处进行止血,凝血和修复血管破裂口,防止血液流失过多, 而伤口也是一样,在人体受伤流血之后,血小板和凝血因子此刻就会发挥最大的作用,帮助伤口止血,凝血之后就会形成结痂,而大多数人总是有忍不住用自己的手去抠结痂的习惯,然而就会导致伤口再一次流血,长此以往可能就会导致血小板减少,如果毛细血管破裂出血而皮肤没有破裂口, 血液就会在皮组织中形成淤青,那么就有一个疑问了,血液是红色的,那为什么淤青会呈现出青一块紫一块不同的颜色呢? 其实,这是淤青恢复的一个正常过程,首先,皮下毛细血管刚破裂时,大量新鲜的血液就会流出,新鲜血液当中带有血红素,随住破裂口渗透到皮肤前表层,就会在皮肤表面呈现出红色的淤青,此时就代表着淤青是刚刚出现的,随后就是淤青恢复的过程了, 刚开始恢复的时候,大量红色血液在凝聚处就会慢慢的氧化,血液氧化之后,颜色就会变得暗神,最后会呈现出黑青色的淤青,紧接住身体里的聚氏细胞会聚集在此,把那些死去的红细胞吞噬掉,红细胞中的血红素在此刻就会被分解, 然后机体就会自主生产出大量新的红细胞,通过运输的方式把红细胞送到身体受伤的部位,此时淤青部位就会呈现暗紫色,再后来那些被分解的血红蛋白会产生胆红素和含铁血黄素,而胆红素在经过氧化之后就会变成胆绿素,而此时的淤青就会呈现出绿色,当呈现出绿色的淤青之后就说明快好了, 胆绿素逐渐被人体吸收之后,淤青部位只剩下了含铁血黄素,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淤青就会变成黄色,待等到人体吸收完含铁血黄素之后,淤青就会随之消失了,正是这样一个恢复的过程,所以就会让人看到淤青呈现青一块紫一块的现象,这个恢复的过程大概会持续一到两周, 但由于体质不同,每个人恢复的是速度也是不同的,身上莫名其妙多处的淤青到底怎么来的,多半与这七种原因有关,一,磕碰,首先,当看到身上有淤青之后,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磕碰造成的, 但是自己又不知道碰到哪了,在家中或者在外面,难免会产生一些磕碰的现象,比如从屋子里走出来时,不小心胳膊碰到门框,走路时腿碰到床边,这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当时可能并没有放在心上,过一段时间淤青就会显现出来,家中的家具过多,也就避免不了一些磕碰,二,血小板减少 血小板在人体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帮助人体止血,凝血和修复损伤的血管,如果血小板减少的话,凝血和止血的功能就会大大降低,很可能就会导致血液溢出,造成瘀青 三,疾病因素,有一些疾病也会引起瘀青,比如过敏性子电,血有病等等 患过敏性子电会存在血管壁变薄的情况,如果血管壁太薄的话,抵挡不住血液的压力,就容易导致血管破裂,从而形成瘀青 而血有病患者的凝血功能非常低,只要出现一个小伤口,就会血流不止 而且由于凝血因子的缺乏,在受伤之后也很难止血,这种情况下皮肤最容易出现瘀青 四,皮肤太薄,瘀青多发女性的身上,因为女性的皮肤相比于男性的皮肤薄 如果出现一些外力的冲击,没有较厚的皮肤来阻挡,就很容易导致毛细血管破裂,出现瘀青的现象 五,遗传因素,皮肤时不时出现瘀青,很有可能与遗传有关 有些人天生脂肪层和血管壁较为不弱,这样的情况就很容易导致身体受伤,造成血管破裂 稍微的碰撞就会产生瘀青 六,药物因素,有些人常年会使用一些抗生素,抗凝溶酸的药物等 比如阿斯匹林,长期服用这类药物就会影响到身体凝血的功能,也就很容易出现瘀青 七,营养不良 长期的营养不良,身体容易缺乏维生素 而维生素是促进合成凝血因子的重要元素 维生素较少,身体凝血功能就会下降,也会形成瘀青 可以经常吃一些含铁元素较高的食物 同时补充血液的营养,能够有效地改善瘀青 如果身上出现瘀青,可以多吃一些红皮花生,维生素C等 能够有效地改善瘀青 或者使用冰敷的方法减少出血量 然后再使用热敷促进血液的循环消除瘀青 外伤造成的瘀青可使用云南白药进行喷涂 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 如果瘀青长时间不退 那就要及时去医院进行检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